火神濃煙不斷竄出 母子三人來不及逃生 其中兩人命散火箍 重回火場 外觀被燒到焦黑 門窗也被燒到盛框架 空氣中弥漫一股刺鼻燒焦味 鄰居回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 死者臉書上一家人感情融洽 去年國慶日才剛為女兒慶生 還寫下大家都好愛你 希望你能平安長大 如今天倫夢碎 火警就發生在臺南市新營區 二十五號全家十一口有八個人 因為旅遊和工作 家裡只剩下媽媽和兩名子女 下午兩點多一樓客廳 因為不明原因起火 當時媽媽跑到陽臺大聲呼救 原本想要跳樓逃生 不過有鄰居說消防車就快來了 先不要跳 媽媽就帶著孩子到浴室躲藏 沒想到三個人被找到時 都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四歲的小姐姐後來搶回一命 還在家戶病房治療 不過三十二歲的媽媽 還有三歲的弟弟 卻疑似吸入過多濃煙 慘遭嗆死 牧子三個人因為一場大火 從此天人永隔也讓人感到不捨 華視新聞參謀劇秋鮮熊 劉漢生SNG小組 台南報導